周末大规模枪击 数十人伤亡 纽约州长签署十项控枪法案 男子溺亡前呼救 警察无动于衷 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收看 6月6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雨昕伦 全国八个州区上周末至少发生了 九起大型枪击事件 并造成12人丧命 数十人受伤 部门表示不少枪击事件 起源于民事纠纷 但他们却一而再 再而三的使用枪支武器来解决问题 截至目前 执法部门仍在追踪不少枪手的具体行踪 就在上周末 美国多州再次发生大型枪击事件 据警方透露 在上周六傍晚 费城市区出现数名枪手 向街道的人群开枪 并至少造成三人死亡 十一人受伤 警方表示 该起枪渐渐 起源于一场民事纠纷 但其中一名枪手 却逃脱了警方的逮捕 目前正在逃亡等中 部门指出 案发现场 至少有五把枪支武器 被使用 自上周五以来 全国八个州区 至少发生了九起大型枪击事件 警方共计有十二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而在昨日上午 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的一家夜总会 也发生枪案 并造成三人死亡 十四人受伤 同时在亚利桑那州 奉城的购物中心 也在周六早些时候发生枪案 并有一人被杀 另外八人受伤 奉城警方表示 死者是一名年仅十四岁的女童 而在同时 南卡罗莱纳州的一场毕业派对上 还出现了驾车枪击事件 一名妇女死亡 七人受伤 其中包括五位 年龄只有十二至十七岁的未成年人 此外 德州 内布拉斯加 弗吉尼亚等地 也在上周末 均出现了大型枪击案 即使拜登总统在上周 就国内的枪支问题 发表了大型演说 但全国上下的枪击案件 却仍在不断的发生 为了整治这一问题 纽约州州长霍楚 今天签署了十项控枪法案 其中就包括 禁止二十一岁以下的民众 购买半自动步枪等 大规模的杀伤新武器 近期 全国上下枪击事件不断发生 即使总统拜登在上周 就该问题发表了大型演说 但枪支暴力 以及相应的人员伤亡 却丝毫没有下降了迹象 因此就在今日 为了整治州内的这一问题 纽约州州长霍楚 签署了足足十项控枪法案 根据近期所发生的枪减件 执法部门发现 枪手的年龄正在不断下降 纽约水牛城 德州尤瓦尔德 枪案的枪手 均只有18岁 并且他们都是在成年不久后 并立即购买了 大规模的杀伤性枪支武器 因此在州长霍楚此次签署的控枪法案等中 其中一条法案将禁止21岁以下的民众购买防弹衣 以及半自动步枪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而新法还将要求社交媒体公司出台相关政策 而应对危害公共安全的结论 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 本周将出席在洛杉矶举行的第九届美洲峰会 世界各国的政府官员将起聚一堂 议程上的议题包括经济繁荣 而这也是白宫在自己的工作清单上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交通部长布塔朱吉表示 白宫认为打击通货膨胀是目前经济的首要人物 拜登总统表示 美国已经准备好了迎接新冠肺炎疫情 带来的稳定增长的新阶段 虽然劳工部表示 美国5月份增加了39万个就业岗位 失业率稳定在3.6%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经济前景一片光明 距离2022的期中选举还有大约5个月的时间 白宫官员说 他们的重点是帮助美国人 因为他们要为包括汽油在内的许多商品 支付更多的费用 据GasBuddy网站统计 截至周一 全国平均每家轮汽油价格接近4.86美元 这比一年前上涨了近1.81%美元 交通部部长表示 白宫认为打击通货膨胀人是经济的首要任务 亚利桑那州一名无家可归的男子为了躲避警察跳进一个湖中 但不久后该男子就在湖中挣扎请求警方的帮助 然而警察只是站在一边对男子的求救置置之不理 最后该男子不幸在湖中溺亡 目前目睹溺水事件的三名警官已被安排带薪行政休假 并等待接受调查 坦佩斯中心管理局的一名员工报告称 34岁的肖恩·比基斯和他的伴侣发生了争执 随后警察被叫到该市的埃尔默人行天桥处理此事 随后警方告诉这对夫妇 他们正在一个数据库中查掉他们的名字 看他们是否有任何违执行的逮捕令 官员们称检查还没有完成 比基斯就慢慢爬过了高四英尺的金属围栏 跳入湖中 当那名男子游走时 警员就正在那里 我们听到一名军官在谈论满一艘船视频就结束了 坦佩斯警方在一份公共记录要求中限制了他们提交的信息 称溺水事件本身太过敏感 相反提供文本部分里面表明了 比基斯告诉警官我要淹死了 他们回答说游到尖塔上去 当比基斯说他不能的时候 一个警官说 好吧 我不会追你的 这不是河游船航班 直到六个小时 人们才从湖里打捞出了比基斯的尸体 现在斯科斯带尔警方和公共安全部门正在调查 警员们采取了和没有采取的措施 因为负责的警员们都在担心休假 韩美发射飞弹回应北韩挑衅 这期过后来看各级新闻 地处西非的国家 奈及利亚南部一座天主教堂 昨天早晨遭遇枪击案 至少五名嫌疑人 攜带枪支炸药前往现场行凶 导致大约50人死亡 警方还无法确定凶手的动机 范蒂冈方面表示 教宗方基哥正在为受害者们祈祷 奈及利亚西南部城市奥沃的选区代表 阿德耶米奥拉耶米在今天表示 昨天早晨至少有五名袭击者 进入了当地的圣弗朗西斯天主教堂 并开始进行无差别射击 根据奥拉耶米的说法 到目前为止已经统计了近50具尸体 其中还有很多是孩子的尸体 据悉这几名凶手骑着摩托车前往教堂 并在行凶后快速撤离 一位名叫莱德·阿亚纳库的当地居民 在此次的袭击中失去了他的双亲 他在今天接受采访时表示 自己一开始以为发生了爆炸 随后恐慌就在民众之间蔓延 直到有人拿他父亲的电话与他进行了联系 才知道他的父母已经在医院不治身亡 他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也从未错过任何教堂的活动 但却在67岁和64岁早早离开了人世 警方发言人根据初步的调查回应称 目前还无法确认伤亡的总数 也无法确定凶手的身份和行凶的动机 但表示袭击者在礼拜期间接近教堂 其中一人从教堂外开始射击 而另外四人则直接进入教堂开枪 直到今天也没有相关组织出面对此负责 奥沃州的州长表示 他对此次袭击感到非常震惊 并称这是奥沃的黑色星期天 梵蒂冈在一份声明中说 教宗方基各正在为庆祝活动中 遭受痛苦袭击的受害者们祈祷 奈吉利亚总统穆罕黄德·布哈里称 此次的致命枪击事件令人发指 并补充说该国永远不会向邪恶的人屈服 三年一度的美洲峰会 本周将在洛杉矶开幕 由于缺乏人权和民主空间 拜登政府决定不邀请古巴 委内瑞拉以及尼加拉瓜参加此次峰会 而此次会谈的重点之一 就是美墨边境的非法越境人数问题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则选择 派遣外交部长戴维参加 第九届美洲峰会 今天在洛杉矶举行 美国已确定将古巴、委内瑞拉 和尼加拉瓜排除在参会国之外 一名位于华府的消息人士表示 美国官员认定 这三国的人权及缺乏民主令人担忧 经权衡 这些担忧远比邀请他们重要 不过此举引发了拉美多国的强烈反对 并遭到多国领导人公开抵制 他们认为 美国企图将美洲峰会变成美国峰会 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周一表示 他将不会出席本周在洛杉矶举办的美洲国家峰会 因为该地区并非所有国家都受到邀请 波利维亚总统洛瓦尔赛表示 如果他们想举行一次朋友聚会 那就让他们办吧 但他们不能把它称之为美洲首脑会议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说 拉丁美洲各国政府 国家和人民普遍抗议 古巴 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被排除在外 这是证实了拉丁美洲良知的巨大力量 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早在上个月就表示 他对参加会议不感兴趣 波利维亚总统周五重申了他 不参加峰会的决定 他说我们强烈反对排斥兄弟民族的做法 古巴总统卡内尔周三宣布 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席该地区会议 南韩与美国近期展开海军联合军演 在军演结束的隔天 北韩向日本海发射了八枚短程弹道飞弹 针对北韩的挑衅 南韩与美国今天凌晨向日本海发射了八枚陆军 战术弹道飞弹对北韩展现威慑 南韩韩灵社报道 在南韩时间凌晨时分 韩美分别发射七枚及一枚导弹 联合蔡末本部说 韩美此次进行联合地对地导弹射击 表明即使北韩在多处地点发射导弹做出挑衅 韩方也会保持常态戒备姿态 并具备可立即精准打击挑衅原点 指挥及支援势力的能力和态势 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表示 韩军强烈谴责北韩频繁试射飞弹 并严正呼吁北韩立即停止升高朝鲜半岛军事紧张 和安全威胁的行为 北韩从昨天四个不同的地点发射八枚短程弹道飞弹 回应上周由美国航空母舰参与的韩美联合军演 韩联社报道 南韩军方今天上午侦测到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飞弹 这次试射是尹虚业政府就任之后的第三次 也是今年第18次武力示威行动 北韩先前在5月25日发射洲际弹道飞弹 及短程弹道飞弹等三枚飞弹 当时总统拜登刚结束亚洲型归国 南韩合同参谋本部向媒体表示 军方侦测到北韩从上午9点8分到9点43分左右 从平壤顺安一带陆续发射八枚短程弹道飞弹 瞄准两个以上的目标 军方仍在分析射程高度等相关的数据 北韩这次一口气发射多枚飞弹 很有可能是针对前一天刚结束的 韩美联合军演 加州政府将在今年7月初 启动一项有关酒精饮料的新法规 该项法规将要求周内的调酒师 和有关服务人员接受特殊的培训 学习酒精对于人体、社区 以及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政府表示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减少酒驾的发生 提高道路安全 从7月1日开始 加州将实施一项有关酒精饮料的新法规 除了服务顾客以外 此类工作人员的职责 还将包括记录顾客的酒精摄入 以及安置等等 根据新政策 从7月份起 加州经历的此类工作人员 将需要接受新的培训 他们不仅需要学习酒精对人体所产生的影响 而基本的酒精法律、管理政策 以及酒精对于社区和社会的影响 都需熟知 政府部门指出 新法出台的目的 是为了进一步防止酒驾 提升州内的道路安全 我们在酒精饭店 所以人们喜欢酒精饭和喝 但我们只要保证 没有人会太多测试 而新的法规将适用于任何 可以当场订购任何酒精饮料的餐厅 酒吧、酿酒厂和啤酒厂等等 这些酒店和服务顾客 他们有一个困难的工作 他们必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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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指出 此类工作人员 需要在政府网站上进行注册 从相关部门接受培训 并完成了必须的测试之后 才算彻底完成了培训过程 在加州2019-2022学年度K12年级的学生中 越南语及国语是第二及第三最常使用的语言 但符合自制能教越南语和国语的教师却寥寥无几 使用亚洲语言学生的教育选项也因此大幅度的被限制 今天的网络会议倡导者们就呼吁政府注入资金来应对这个短缺的现象 生活在基于压力并存的国际化大都市 加州超过90%的华裔家长都属于自己受过高等教育 且对孩子的教育抱以极大的期待的 基本上所有的华裔家长都希望孩子在学龄前就能够拥有双语教育 入学后能够熟练使用至少两种语言进行交流和写作 华裔孩子的中文学不好说到底 除了语言环境不足还有教学方法的问题 近日的网络会议的主题就是加州缺乏鉴定合格的亚洲语言教师 亚裔美籍学生为此付出代价 在加州2019-2020学年度K12年级的学生中 越南语及国语是第二和第三最常用使用的语言 但是只有四个能教越南语及58个能教国语的鉴定合格教师 加州因严重缺乏鉴定合格的亚洲语言教师 使用亚洲语言的学生教育选项也因此大幅度受到了限制 倡导者呼吁政府一次性注入500万美元的资金来应对这个短缺的现象 I think it requires a unified front parents parents I think universally want their children to do better than they have done so whether it's a parent with a monolingual English speaking child or a parent with a child that is learn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they're important advocates also some unusual folks chambers of commerce whether it's the ethnic chambers of commerce or it's the broader chambers of commerce I think that's really important making sure that we elect the right school board members really important 稍待回来要看前进华尔街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我现在人在纽约 为您报道今天6月6号星期一美股收盘的最新情况 中一美股开高收高 由于北京今天开始放宽新冠疫情限制 加上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监管传出将会松绑 给受到通膨还有升息担忧的市场 注入了乐观的情绪 中概股今天开盘就走高 就促使了道指在今天开盘 就先上涨了超过200点 北京传出江松绑在美上市中国科技股监管的消息 这个消息激励了中概股出现反弹 包括像阿里巴巴 京东是双双涨了超过6个百分点 另外百度今天收盘也涨了超过2% 此外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 在今天是上升了8个基点 突破了3%来到3.03% 这也是近一个月以来的高点 不过并没有影响到今天科技股的反弹走势 上周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显示 尽管担心经济放缓和通膨加速上涨 但美国经济在5月份仍然增加了39万个工作岗位 这是好于市场预期的 而一些投资人就认为 强劲的就业市场数据 反而可能为美联储保持激进加息 扫清了道路增添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今天收盘时主要股指是收高的 道指是小涨16点 收报在32,915点 纳指涨48点 报在120,061点 标普白指数上涨12点 收报在4,121点 今天没有重大的经济数据 在个股消息方面 首先来关心的是滴滴出行交易代码DIDI 今天收盘时股价涨了24.32% 收报在美股2.30美元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中国监管机构将取消 对于滴滴和另外两家 在美国上市的科技公司的禁令 利多消息提振了滴滴 在今天盘前一度飙升了50% 那么除了滴滴之外 另外两家公司包括了满邦集团和看准 两只股票今天也出现了上涨 不过在此同时 滴滴也宣布公司已于2号 正式向美国证交会提交表格 在申请10天之后 正式从纽约证券交易所下施 再来关心的是亚马逊交易代码是AMZM 今天股票上涨近两个百分点 收报在美股124.79美元 亚马逊在今天实施股票一拆20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股价上涨 市场认为亚马逊在拆股之后的价格是更平易近人 因此吸引散户交易推升股价走高 渴望成为扭转美股市场情绪的一个催化剂 而业内的分析师就表示 股票分割通常对上市公司的市值还有估值 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但是会带动股价在短期内上涨 以上是华语电视记者文卫廉在纽约所做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6月6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雨昕伦 在纽约最后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明天同一时间